線路光輝 全部馬不準備拖檔的時候 錄檔小小扭計在閘裡面 隨時起步 王琦已經舉起 好 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見到很多隻搶 中間紅運大師 裡面還有精神威 外面線路光輝最出得勝區 內蘭第五位 還有藍白環間三 還有這隻協勝神區 外面走上去 有一隻綠色有魂 HelloDaddy 大約跟著第七位 黑衣服 左後面馬 非凡賽者二搭尾五 內蘭尾四 有珍益善 後面三隻合拍威龍 尾以位置轉數高 暫時包尾淺藍衣服 是羽龍共舞 接近對面直路頭 一千米斷處 前面帶放的馬 是線路光輝 跟著第二位 外面綠色有魂 德勝區 第三內蘭 第四精神威 第五紅運大師 第六協勝神區 第七黑衣服 是HelloDaddy 在後面五隻馬 有珍益善 紅眼罩 外面尾四 黃衣白帽 非凡才智 後面三隻 合拍威龍 轉數高海內蘭 走不到 因為羽龍共舞 在他外面蓋住他 跑到對面直路尾 前面帶頭的馬 還是這隻線路光輝 綠色有魂 第二位 第三位精神威 外面第四 還有德勝區 第五位協勝神區 第六位 藍衣藍毛 紅運大師 再後面的馬 HelloDaddy 珍益善 非凡才智 大外擋 合拍威龍 轉數高在尾尾 包到尾尾 與龍共舞 直路 綠色有魂 走出去 精神威 這位上來了 圓蘭最近還有這次協勝神區 最外面還有德勝區 非凡才智 最後一百米到 透出是精神威 圓蘭上來協勝神區 好厲害 這幾步 接近中點埋面 協勝神區 贏出這場賽事 精神威第二 第三 線路光輝 第四名 有德勝區 非凡才智 要拍照 很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 圓蘭上來 就是輕綁這隻協勝神區 好大隻 跑第二 精神威都跑得對 第三 線路光輝 第四名 應該非凡才智 機會高過德勝區 精神區 你已經過了 最後十一倍 裡面輸了上來 就贏了 跑第二名 爆精神威 莫雷拉 第三名 四號 第四名 非凡才智 第二名 潘頓 協勝神區 協勝神區 嘉玲 觀眾要留意 美場正式賽果 和其他大賽 持牌賽 上回營光幕上馬會 網頁 www.hkjc.com 那些馬 今場就貼了欄 這是第一 之前那兩次 操練都不太正常 但他都接近 這次可能完整些 提升多些 這次是做足事 這次 精神威 相對 他博得多了 胡冬利 就吃了一條水 放頭單騎 這隻當然 質素上 他輸給人 沒有辦法 但也有個冷位 有個冷位 已經很好成功 很收獲 他不夠那些馬跑 就想著田泰安去試襲 看來他都沒有份 原來這口馬屁 兩關都要找古冬利 對 莫雷拉 幸好這場都有第二 幫大家保住騎士王 保住騎士王 第三都不行 一定要第二 因為第三 會變成同分 但不夠田泰安 到時田泰安是三分 去到尾那場 差四分 兩分還是四分 四分 一個四十分 一個三十分 莫雷拉 上算一點 田泰安那隻特性區 贏一場 前場贏一場 三班萬部速 上到二班上一場都輸了 那精神威還有兩個位置走 他不一定要第一第二都行 是 那隻轉數高 比較失望 往往的昔寶 轉了進去 馬屁草利 很厲害 不過他報名上 其實也有點怪 他又報打答報 他這場又不是落王牌 但他的谷草應該好過沙田 其實之前跑過650 何宅宜又罰了錢 因為原來 吃了兩家茶禮 那隻曾益善和轉數高 都說是他跑 但何宅宜說他肯定是接了轉數高 結果他罰了二千元 買谷草利很少跑得這麼差 是 翻譯時間 頭段27秒85 第23秒9 第3段24秒04 末段23秒47 總時間1分39秒26 有幾場只有一隻馬有飛 什麼君達星 一隻馬有飛 只有兩隻馬有飛 就是叫勁飛 精神威動轉數高 兩隻飛是拋離其他的 當然他早段跟了慢的馬 其實他是越退越後 但是不是這隻馬要在外面衝才好 暫時也是 他在內 即是很失望 他不是沒有衝 其實他追回不少 但因為他落後很遠 走過去 你覺得他不厲害 不知道 以往就看他跑得好 多數都要跑去馬群外面上 但我覺得 如果以他們一起升上來的 背景轉數高 不會比精神威 還有其他的馬很普通 這場綠色有運 抽十秒 他放在前面走 不是這樣跑 他贏的時候也要追 應該留到最後 差不多是最後 我還說這場步速不夠快 對他不利 他要追 他放在前面 兩個初出馬還不行 非凡才子 也不太適合 今季就沒有跑回那個方 不過直路上的走勢 可能引起小組關注 提醒了潘頓 提醒他用足夠的力度 用無可自行查期 提醒他多些 用足夠力度 那些3344那些 那些很重要 他是屬於要每次提的位置 可以提多些 要繼續提